人的这个甲牛的类似症状应该及时去宠物医院进行有效的 应该该怎么检查就怎么检查 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 这是非常要紧的 那么现在有没有条件说给这些动物啊 就是牲畜啊或者是这个宠物呢 也注射这种疫苗呢 是有人已经提出这个问题 那社区当中呢也有对这个问题有争论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人群使用的疫苗还不够还短缺 所以是不是能够顾得上这些其保护其他的宠物呢 大家有争论 就干预对于这些有限的资源怎么样合理的使用 希望有更多的人进行讨论 大家来得到一个公式 然后被社区啊广大的群众老百姓所接受 我们再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 那现在有一些民间的说法 或者是不太正式的说法 就是说好像老年人不太容易得这种家庭流感 那么就是说是在这整个社会当中 哪些人群呢 是比较容易这种这个得甲性流感 就是说风险比较大的呢 现在根据美国CDC和世界卫生组织 都得出这样的目前的一个共识 就是说是从两岁以上的这个小孩 一直到学龄儿童 包括小学生 初中生甚至于个别少数 没有到成年以前的高中生 都是异感人群 特别是学年前儿童到小学生 这些人群呢最容易异感 那么第二个可能异感的人群呢 就是怀孕的妇女 那么对这些怀孕的妇女呢 是不是应该及时的接种疫苗呢 还有很多争论 对吧 会不会对潜在的体内的胎儿 有什么影响 那么有的人比较担心 那么不管是CDC还是世界卫生组织 都是鼓励对这些怀孕的妇女 要进行疫苗的接种 那么其他的成年的人群 目前目前还不是列为是高危人群 当然再有一个高危人群 就是在第一线工作的医务人员 如果他们在急诊门诊 很多接触很多的甲性流感感染的患者 他们本身被感染的机会大大增高 因为对这个人群也是高度 易感人群的要进行疫苗的接种 那么这个感染的这个途径 最容易感染的途径 比如说是不是别人这个摸了一下这个门板 你再去开门 你就会感染上呢 最主要的这种 就是甲型流感的这种感染的途径是什么 大家知道甲型这个流感的这个病毒 主要是经过呼吸道传人 那么所以要采取戴口罩啊 这些措施 那么为什么对这个门板什么也要采取措施呢 也要因为主要 因为人的手呢 到处都可以摸 也许呢 他摸了自己的鼻子 摸了自己的嘴 摸了脸部 这些地方以后呢 他再去摸这个门板呢 这门板可能就被污染了 所以呢 下一个人去摸了以后 如果没有及时洗手呢 再去接触自己的脸部啊 被感染的机会增加 所以这样一来呢 我们对于一些这些地方呢 也要采取相应的个人防卫措施 这是合理的 也是 但是我们知道甲流最主要的传人的途径呢 还是经过呼吸道 那么我刚刚看到的一些这个中文的 就是在美国的中文媒体有个报道说 就是说一个华人家庭的一家五口人都得了甲流 但是也没去医院自己就好了 就像这种有些这个甲型的流感的这个人的症状比较轻的 在家里这个不治而遇 这种情况也有 那么报纸上也报道 就说大家不要惊慌 但是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去医院 需要去看医生呢 大家知道甲型流感感染的人群数量是非常大的 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到医院去住院 那么你刚才提到了这个华人家里有几个人 包括大人孩子都先后感染但是症状比较轻微 用一般的退烧药慢慢自己多喝水啊 就在家里头控制也就过去了 这是大部分人感染以后应该一个正常的一个这个疾病的过程 但是可能有一些比较严重的人呢 一下子呢就产生了这个合并的病毒感染以后呢 进入呼吸道进入下呼吸道发生了肺炎 或者是其他的严重的呼吸道的一些这个呼吸困难啊 神志不清啊等等 这样这种情况呢 应该要赶紧送医院去进一步检查 必要的话就要留在医院里住院观察治疗了 那么还有呢 就是说这个每年呢 就是说对这个普通 刚才其实你也讲到了 就是说这个普通的这个季节性流感呢 这个死亡人数也是不少的 其实比现在这个甲流的死亡人数还要多 那么为什么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啊 包括各国政府啊 对这个甲流的这个重视程度 好像比普通的流感的重视程度要高得多 为什么呢 主要就是对机械性的流感呢 已经有这么多年一套制度已经形成了 每年对于这个东春季发生的这个机械性的流感 它的毒株就是进行定期的检测 把取得了检测出来的毒株呢 就是有效的就进行这个检毒或者密活 那么这样呢 对下一个季节可能发生的季节性的流感 可能流行的毒株呢 就有一些预告 这样的话呢 这个育苗呢 就会及时的源源不断的生产出来呢 在满足季节性育苗 积极性流感的需要 但是这个甲流呢 因为从去年 这个大概三四月份 就是就今年上半年吧 三四月份 就是这样一来 一下子一个爆发呢 而且爆发的速度这么快 流行的范围这么大 有一点措手不及 所以才采取需要大家的高度重视 不管是政府主管部门 防御部门 疫苗生产部门 其他的流行病学的检测部门 和更低的一些到社区的医疗保健网 都要对这个问题高度重视 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就是说对这个病情的这种通报啊 还有这种 比如说有病的人要及时去看病啊 这种情况 还有全国的这种统计方面 就是您有什么比较好的建议吗 我想因为现在呢 这个中国的疾病控制啊 美国的疾病控制中心啊 各方面呢 都有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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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都已经下到 比如说县一级市一级 以下是不是更多的能够到正一级 现在我不是特别清楚 但是这样的话呢 如果有这样的疾病防治这个疾控人员呢 能够有效的上岗 能够有效的履行自己的职责 那么这样的报告呢 应该是一层一层上来 是比较快的 我想现在中国在这方面工作 已经做了很多了 呃 这个报告的途径呢 也是比较有效 很快这个数字呢 就能够汇总到中央到卫生部 这个系统 这样呢 对于控制疾病的这个疫情的发展 采取及时 这个得到非常可靠的信息 对于政府的决策 是有帮助的 好 谢谢您 由于这个时间关系呢 今天讨论呢 就只能进行到这了 感谢方国东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的收听收看和参与 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 他们的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另外呢 美国之音中文部 也欢迎大家登陆我们的网站 或者给我们发电子邮件 发表您对我们节目的看法 下面就是登陆美国之音网站的具体方式 美国之音中文部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中文部电邮 chineseatvoanews.com 3 29 3 中文字幕——YK